好 说话的时候你们可以把视频打开 我们学的很快 我们已经把梁慧王张巨上学完了 今天我们要学梁慧王张巨下了 上一段那件事我们学习的时候 记得孟子跟齐宣王对话 上次有同学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一头牛的故事 就是孟子从齐宣王的不忍心杀一头牛 就夸齐宣王有一颗爱心 然后让齐宣王把这个爱心放大 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君主 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君 就是跟齐宣王讲 那齐宣王还是很听得进去 我上次说过齐宣王他智商很高 很听得进去 听得进去他就把孟子留下来了 说孟子你是我的老师 你在这段时间就待在我的国家 在这个国家干什么呢 我还经常要请教你 所以孟子就待在齐国了 这段时间他就待在齐国 他在齐国待了好几年 跟齐宣王之间有很多对话 那接下来就是他跟齐宣王的 另外一些谈话的一些故事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我们先看看第一次跟齐宣王 就是后来又跟齐宣王的第一次谈话的故事 还是一样 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这个文字 那我来读呢 你们可以跟着读 等我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文字 我读的比较慢 我就慢慢读 如果你们有一些都背下来了 我知道 那没关系 你还是看着文字呢 跟我一起读 那我们把这个文字呢 看得清楚一点 读的准确一点 老师 对 我读的时候 跟着读的时候 开不开视频 你可以开 没有关系的 你可以开的 好 好我们一起读哈 庄报见孟子曰 报见于王 好这个是线哈 这个字是念线 不好意思 停一下 这个字念线哈 我们从头开始 我这个有个音发错了 好 好我们重新开始哈 庄报现孟子曰 报现于王 报现于 报于浩月 报未有以对也 曰浩月 何如 孟子曰 王之浩月甚 和其国其数几乎 他日 现于王曰 王长玉 庄子 与浩月 有诸 王便忽色 曰 寡人 非能好 先王之月也 只好 世俗之月尔 曰 王之浩月甚 则其其数几乎 今之月 由古之月也 曰 可得文鱼 曰 独月乐 与人月乐 熟乐 曰 独若 与烧月乐 与众月乐 熟乐 曰 独若 好 我们读到这里 好 谢谢你们跟读 这里面讲个故事 可以静一下音了 你们读完之后 可以静一下音 好 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给大家再开始 一开始 有一个叫庄曝 见孟子曰 这个庄曝是干什么 是一个 齐国的一个大夫 叫庄曝 这个是齐宣王的一个臣子 他去孟子那边跟他说 说我有一天 去那个宫里面 去见齐宣王 那齐宣王在干什么 齐宣王在玩音乐 齐宣王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那庄曝去的时候 齐宣王在这里面 就是欣赏音乐 那我们也不知道 他是欣赏音乐 还是他 这个音乐是他自己作曲的 甚至他 是不是也在里头 也弹奏 比方弹个什么吉他 那那个是没有吉他了 比方弹个排销什么之类的 那个齐宣王看见庄曝来了 跟他说 这个音乐 我特别喜欢音乐 我每天都要玩音乐 都要欣赏音乐 我呢 我听了这个大王的话 我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 抱位有以对也 他说 孟老师 我想请教你一下 这个大王喜好音乐 我究竟该怎么样回答他呢 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喜欢音乐 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难道喜欢音乐是件坏事吗 比方说 现在有一个人 你们的哪一个人的父母 来跟我说 说我的孩子 说你们哪一个 说是特别喜欢音乐 喜欢弹钢琴 或者喜欢拉小提琴 或者喜欢弹吉他 那我说 他很有音乐天赋 他喜欢的就让他发展 就有这样的音乐 你可以让他去发展 他说不定将来音乐上 能出成就呢 那为什么这个 庄豹 他听说齐全王 这个爱音乐 喜欢音乐 喜欢玩音乐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呢 哎 下面呢 孟子就说了一句话 孟子说 哦大王很喜欢音乐啊 说大王喜欢音乐 王之好跃甚 这齐国应该治理的 可以治理的很好了 这就摸不着头脑了 这个齐全王的这个 爱音乐跟这个国家治理 有什么关系呢 哎 那我先给大家 先交代一点背景哈 那个 我们一般的人呢 就有一个 有一个爱好 没有关系 比方我们喜欢弹音乐 喜欢音乐啊 我喜欢弹个吉他 喜欢弹钢琴 喜欢乐队啊 整天演奏 那齐全王呢 自己在宫殿里 就有乐队啊 有这个band 他养着这个band 然后呢 他想听的时候呢 就一块演就就给他奏各种各样的音乐 那齐全王可能还会写音乐啊 那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那但是呢 这个呢 跟国家治理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他那个大臣呢 庄报就觉得 哎呀 这个事情我该怎么说呢 因为听这个装报的这个语气啊 他觉得呢 齐全王喜欢音乐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就要问 问题在哪里 哎 问题在哪里呢 在于是有问题啊 问题在哪里 齐全王他是一个国家的国君 什么叫国君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 头 这个头呢 要管理他这个国家的百姓 他的百姓呢 有好几百万人 那你要管理好几百万的时候呢 你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啊 比方说 你早晨起来啊 马上就给你给人报告说 那边 燕国和齐国的边境 发生了这个战争啊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接下来呢 又有人跟他说 说现在呢 西边呢 那边发生了水灾 我们该怎么办 那这边说呢 这边老百姓呢 有瘟疫 我们该怎么办啊 然后呢 大臣之间呢 还跟他说 说秦国的使者 今天要见您 你什么时候见 楚国的使者 今天要见您 你什么时候见 下午呢 孟老师呢 要跟您开会 你的时间怎么安排 所以呢 这个 当一个头不容易 当一个领导 是非常难的 你想 你们将来大了 你们说 我管理一个公司 有几百号人 哇 那就觉得很大了 可是齐宣王要管理几百万人 那跟几百号人 完全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 庄报觉得 齐宣王应该 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管理国家上 然后去了之后 看见齐宣王 在玩音乐 很放松 他想劝齐宣王 可是不知道怎么劝 那 国君玩音乐 是件好事 还是件坏事 国君喜欢音乐 不算坏事 但如果太贪音乐 就不是件好事 这个回答非常好 对 国君呢 他喜欢音乐呢 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呢 他不能够过度 如果过度呢 比方说把这个 治理国家的时间 都用来玩音乐 这个呢 就 有问题了 那还有一种呢 国君喜欢这些音乐 这些东西 因为他跟国家管理 没有关系 属于他个人的爱好 他不能把这个爱好呢 表现的 太出来 你知道他表现出来 就会出现什么问题 就有很多人会 投其所好 你国君喜欢音乐 那我呢 就自己也去学音乐 然后跟你学的好好的 让国君喜欢我 喜欢我呢 我就能得到重用 然后重用呢 这些人又没有 管理国家的本事 但是国君喜欢他 那古代啊 有好多这样的皇帝 都是当了皇帝之后呢 然后呢 喜欢别的东西 然后把所有的时间 都花在这方面 虽然他们在这方面 很有成就 最后国家呢 就出了问题 我跟大家说一个故事啊 就是这个 宋朝 宋朝有一个皇帝 这个皇帝呢 很有名 叫宋徽宗 他为什么有名呢 他啊 那个画画画的特别好 他那个书法写的也特别好 而且对音乐啊 也特别有研究 他的这个书法和画画 比很多的那些专业的那些画家 都画的好 他还专门成立的一个书画院 一起来研究书法 那么大家都觉得 他的字写的非常好 他写的字呢 别人都拿来学习 包括他对音乐的这个创作 也非常有兴趣 那可是呢 他把所有的时间 都用在这个上头 国家呢 交给大臣去管 可是这些大臣 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吗 这些大臣呢 也都是 他喜欢的 哎 这些书法特别好 字写的特别好 然后呢 他喜欢跟这些人在一起 可这些人并没有什么管理的才能 而这些人发空心思的讨他的喜欢 那后来呢 这个宋徽宗还爱上了一件事情 你们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踢足球 我们古代叫促居 你们听说啊 有人说足球是咱们中国发明的 我是真相信是中国发明的 因为我们中国在宋朝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活动叫促居 用脚踢的 一个步做的球 有点弹性 谢谢 宋上你说 他们古代真踢足球 毛只听说过他们古代踢腱子 你说的对 踢腱子呢 是早就有了 踢毛腱子 古代是有踢足球 至少我知道的时候 在宋朝的时候 我们就有足球了 它叫促居 那时候没有橡胶 但是它是一个那个就是相当于是布和皮缝起来的一个球 然后呢 也是分成两个队 每个队大概有两个人 然后呢 互相踢 那么也 那边也有门 然后谁进的球数多 谁就赢 那当时在宋朝的时候呢 就 这个宋徽宗呢 和他的儿子宋清宗呢 就是特别喜欢踢球 结果呢 就有一个完全没有知识的 一个文盲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小流氓叫高球 他呢什么本事都没有 根本不可能当官的 可是他踢球踢得好 有一天呢 这个宋徽宗踢球的时候 可能是在那个场地比较开阔的地方 踢到他的这个脚上了 结果呢 他就啪来了一招这个很好的这个倒钩 结果宋徽宗就看上他了 后来不光是跟他踢球 还让他做了大官 让他当了大官之后 你想他能干什么 他没有任何文化 结果呢 陪着宋徽宗啊 一起这个乱玩 最后你知道什么结果吗 有一天啊 那时候宋朝其实 北边的有有金国 金国很强大 经常欺负宋国 有一天呢 他们还在玩 金国的军队打过来了 打过来呢 才慌了神了 慌了神呢 平常不准备 这个时候怎么办 没有办法了 金国军队打过来了 打进了京城 把这个宋徽宗 那个宋徽宗已经把 皇帝位子给了他 儿子叫宋清宗 但宋清宗呢 跟他一样糊涂 也整天整天只会玩 两个皇帝被金国 被北边的那个少数民族 金国给俘虏了 俘虏了 然后抓到了北京 从那个他当时在河南开封 抓到了北方 然后呢 把他俩呢 放在一个 挖了一个井 把他俩放在井里头 在那边呢 就度过了最后的这个 这个时光啊 那他们当时那个宋朝 到北宋 因此就亡国了 好 宋扇你说 那个井有水吗 没水 他只是一个就挖下去 然后把那个人放进去 但是里头是没水的 那要吃饭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拿一个 那个金人呢 就会拿一个篮子 把那个食物放下来 然后呢 宋朝的两个皇帝 宋徽宗和宋清宗 两个人呢 就在那里面吃饭 然后吃完了 结果弄上去 生活是非常的悲惨的 那个时候呢 他就算是想画画 想写字 也没有机会了 那我说这个例子呢 就是说 这个 玩音乐好不好 那他们那个是不是很挤呀 当然很挤了 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 对 那个 那是一个很 就是一个故事 很典型的故事啊 就是 国君呢 如果把自己的这个经历 过分注重在这个娱乐上啊 这种自己的这个享乐 比方说 我喜欢玩音乐 我喜欢体育运动 我们知道 古代还有一个皇帝呢 在明朝一个皇帝 他是一个 他喜欢干什么呢 喜欢做木工活 他做的木工活 做的是非常非常棒 非常非常好 还喜欢盖房子 可是呢 他把那个明朝呢 糟蹋的一塌糊涂 所以这个国君呢 太多个人的爱好 对国家是有危险的 那 所以装暴呢 有点担心 可是孟子怎么说呢 孟子说 没有关系 大王喜欢音乐 齐国呢 就没有问题了 这是为什么呢 好 我们看孟子怎么说 所以我们讲 孟子是特别聪明 特别有智慧的一个人啊 孟子下来跟他跟说 过了两天啊 孟子就去见那个 齐宣王 他日陷于王约 王长玉庄子 以浩月有诛 他说 那个你的大夫庄报啊 跟我说了 说你喜欢音乐 有这回事吗 王变忽色 什么叫变忽色 齐宣王的脸 唰就红了 哎 你看齐宣王这个人 真的是很可爱啊 他 很有面子的 他很有这种 这种羞耻心的 孟子说 他马上脸就红了 哎呀 不好意思啊 然后接下来说什么呢 他觉得不好意思 我做一个国君啊 这可能不算是孟子 孟老师教我要做一个圣贤君主啊 像周文王一样 我怎么能这样享乐呢 脸红了啊 脸红的一塌糊涂 就像我们有时候有些事情 不好意思 寡人非能好 先王之乐 只好世俗之乐 什么意思呢 哎呀 我是喜欢音乐啊 不过 孟老师啊 很老实 他说孟老师啊 我不是喜欢 以前你给我说的那些周文王啊 喜欢的那种礼乐 那个礼乐呢 我知道是非常严肃的 就像那个大型的交响乐一样 可是我呢 我喜欢流行音乐 我喜欢 举个例子 我喜欢这个rap 我喜欢这个rock and roll啊 等等这些 但是我喜欢这些流行音乐啊 这又不太好吧 那他脸红啊 那孟子怎么说呢 孟子说 王之好月甚 则其树几活 他说 大王啊 我是为您高兴啊 您喜欢音乐呢 我觉得您就可以把七国治理的差不多 很好了 他说您现在喜欢的音乐呢 虽然不是古代的音乐 但是呢 也差不多 哎 这个齐宣王呢 接下来 马上就 哦 还有这回事吗 哎 孟子非常善于引导啊 他说 哎 这是什么道理 那个 呃 这个孟老师 你给我说说啊 那接下来呢 就是孟子说的几句特别有名的话啊 曰 独月乐啊 这里面你看到没有两个字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一生念法不一样啊 第一个字念乐 第二个字念乐 啊 这个下面是这个字念乐 这个字念乐 独月乐与人月乐 熟乐啊 那什么意思呢 那就问那个齐宣王 他说您演奏音乐啊 是一个人独奏音乐啊 音乐就叫念乐 快乐就是心情好 就是乐啊 但是它是同一个字啊 多音字 一个人音乐 一个人弹 弹音乐 觉得快乐呢 还是大家一起 这个欣赏音乐 这个弹音乐快乐呢 这个玩音乐快乐呢 那齐宣王说 那当然是多几个人比较好了 然后呢 又说 与少越乐 与众越乐 熟乐 哎 这什么意思呢 他说啊 我再问一下大王 你一个问题 跟一小群人 比方说 就跟你宫里的人 在一起呢 大家听音乐 你觉得快乐呢 欣赏音乐快乐呢 还是跟全国的人民群众一起啊 人民一起欣赏音乐快乐呢 大家知道在古代啊 我们那个时候 像有些地方都有那种戏剧院 露天的戏剧院啊 可以大家一起来听音乐了啊 所以说有时候会有几百人 几千人一起来听啊 可是齐宣王这个音乐呢 是在宫殿里头啊 所以孟子就问他 哎 是不是越多的人 一起来欣赏音乐 你觉得越快乐 然后呢 那个齐宣王说是啊 当然是音乐这个东西呢 人越多 大家在一起欣赏 有感应越好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读啊 臣请为王言乐 臣请为王言乐 英王古乐于此 古乐于此 百姓文王中 正宽月之音 宽月之音 与其神祝贺而相告约 如王之好 如何使我置于此极也 父子不相见 兄弟七子离散 今王田列于此 百姓文王 王居马之音 宽月之音 宽月之音 与其神祝贺而相告约 如王之好田列 如何使我置于 其也 不相见 兄弟七子离散 子无他 不与民同乐也 好 我们先看这一段 这时候大王呢 这个孟子就跟他说 说大王 我跟你谈一下 这个音乐的道理 那孟子是跟那个 齐宣王谈乐理吗 比方说 我们怎么样来写一个曲子 工商脚之语 这些调 怎么来 我们怎么乐队的这个乐器 怎么安排 孟子要跟齐宣王谈这个吗 不是 孟子不是不跟齐宣王谈乐理 孟子跟齐宣王谈的是什么呢 您呢 欣赏音乐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有一些条件 我现在给你先举一个不好的 如果这种情况下 你弹音乐呢 玩音乐呢 就不好 他说现在呢 你大王在这个宫里面举行音乐会 然后呢 你把这个乐队组织起来 大型的乐团 然后呢 这个音乐也跳起来了 舞蹈也 音乐也放起来了 舞蹈也跳起来了 然后呢 声音很响 整个林兹都城的人都听得见 然后呢 百姓文王中古之声 管乐之心 周围的百姓呢 听到了 齐宣王那个宫殿里的 优美的音乐声 哎呀 这么享受他的音乐 这么享受他的音乐 符合事物自己 为什么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会是这样一个田地呀 什么什么样一个田地呢 父子不相见 兄弟 以妻子离散 大王在那边享受音乐的时候呢 我们呢 帮大王打仗 父亲和儿子呢 都见不到面了 然后呢 我们呢 闹灾荒 我的兄弟和我的妻 妻子或者儿子都跑散了 我现在呢 都快饿死了 怎么能让我过到这样一种生活呢 怎么样让我落到这样一个田地呢 那大王还在那听音乐 好 那孟子呢 又给那个齐宣王举了一个例子 金王田列于此 百姓文王居马之音 见羽毛之美 这是干什么呢 音乐 那齐宣王呢 还有一个娱乐活动 这个娱乐活动叫什么呢 叫打猎 古代啊 在战国的时候 打猎是一个贵族呢 特别喜欢的一个娱乐活动 那一到这个季节呢 贵族都有自己的山哈 然后就带着这个士兵 背着弓箭 坐着车 骑着马 就出去了 然后呢 有些野生动物 鹿啊 狼啊 这个兔子啊 就射 射回来之后呢 用来祭祀用 那很多人都会去玩 但这种活动呢 贵族才玩得起 普通老百姓 根本就玩不去 那孟子就说了 您现在呢 出去打猎了 啊 您带着您的这个 呃大臣们 带着您的家眷们 带着士兵们 骑着骏马 英姿煞爽啊 然后那个旗啊 在风中飘荡 多美啊 然后百姓看到了 远远的看到了这个齐旋王在打猎 百姓 哇 这个眉头皱起了 眼泪掉下来了 牙咬的 啊 为什么呢 互相说 啊 我们的大王又出来打猎了 我们大王的日子倒是过得挺好 可是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悲惨 还是那句话跟上面一样 父亲和儿子呢 不能够见面 由于闹饥荒 我的兄弟和妻子呢 都已经流落他乡了 他说 我恨不得这个大王早点死掉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您快乐的时候 别人反而会 老百姓反而会生气呢 反而会痛恨呢 此无他不与民同的也 您只想到自己快乐 从来没有想到过老百姓的快乐 就这个原因 好 我们再读一段哈 今天 今王古月 今王古月 百姓文王 东古之声 宛月之音 与新兴然有悉色 而相告约 古王树即即如 何以能继月也 今王体肤月 在此百姓文王 车马之音 见与毛之眉 与欣欣然有喜色 而相告约 吾王树极 无极定义 此无他 与民同乐 今王与民同乐 得妄语 好 这一段你看到没有 他用的是同样的句子 同样的方式 我们的孟老夫子 孟老师他是非常聪明的 他一开始 你看他就跟齐欣欣王说 音乐没什么问题 个人的爱好有什么问题 是可以的 但是您自己享受快乐的同时 您要想到别人也要有同样的快乐 你要把快乐推广出去 我们讲就是把一颗爱心推广出去 上一章我们不是讲过吗 要齐欣王把一颗爱心推广出去 现在是这样干什么呢 让齐欣王就想到你自己在享受一个快乐的同时 你要把你的快乐想到每个人都能够有这种快乐才行 所以孟子跟齐欣王接下来说 他说我现在知道的情况是 您大王一演奏音乐 老百姓就痛苦 因为觉得大王你不管老百姓 只管自己快乐 那假如说您大王心里有老百姓 有这些别人 他们的这种快乐你关心 你平常把这个国家治理的很好 比方说我们讲就是你喜欢音乐 然后你可能在学校里头 也让老百姓来学音乐 我们现在不是有社区中心吗 把这个社区中心免费开放 老百姓可以在里面就是乐队可以在里面演习 还可以出点钱买一些乐器给老百姓 这是打个比方了 然后你更重要的还是把生活搞好 因为要有音乐要玩音乐 那首先得吃饱饭 对吧 得生活没有忧虑吗 所以你让老百姓的生活能够富足 就像我上一章讲的 老百姓闲暇时候 在这个田累了的时候 坐在这个田野边上靠着大树 可以吹吹笛子 可以谈谈鼓争 可以互相唱歌 互相对唱 唱山歌对唱 他说这个你如果做到这一点 这个时候您自己喜欢音乐 一点问题都没有 孟子就给他又举例子 孟子说 现在你把国家治理的都好 老百姓都安居乐业了 这个时候你在宫里面 开始举办音乐会 然后声音很响 灯光也很好 周围的老百姓都听到了您宫殿里音乐的声音 老百姓特别高兴 互相的就互相的就说 哎呀 我们的这个齐宣王啊 我们这个大王啊 今天又开音乐会了 这说明我们大王的身体特别好 没有疾病 因为没有疾病呢 所以才能够有心情听音乐啊 我们希望我们的大王的身体越来越好 哎 他说呢 现在呢 你出去打猎 那我们现在出去打猎 出去打猎呢 大家看到了这个 您出去带着这个家眷 带着大臣 带着这个士兵 骑着骏马 哇在那个山上吃成 哎 老百姓看到了这个齐宣王的这个 打猎的这个这个情况 这种欢快哈 大家都特别高兴 互相呢 就说啊 我们的大王啊 身体真好啊 能够出来打猎啊 那大王身体好就是我们的福气啊 哎 那你看孟子举了两个例子啊 一个例子呢 是齐宣王 啊 去打猎 哎 好你说 有问题吗 那个孟子是打比方还是就是给 给那个 那个王建议 啊 他是做一个比喻 他是做一个比方 对 那 那当时齐宣王呢 前面那个不算是比方了 他就是说齐国呢 那个 就是说现在就等于说 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嘛 所以说自己只管享受自己嘛 享受自己的事情嘛 所以老百姓生活很痛苦嘛 那个不是比方 那个是现实情况 但是他跟那个齐宣王说呢 说这个 如果你把国家治理好了 老百姓就能跟你一起快乐了 这个是孟子给齐宣王告诉他 就是说 一个比方 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做到这一点啊 那其实呢 就是孟子呢 都在跟齐宣王呢上课 这个上课里面呢 一个关键点呢 在哪里呢 就是孟子呢 呃 有一个点 大家记得没有 原来我不是跟大家说过 就是齐宣王呢 孟子呢 是希望齐宣王能够像古代有一个王 叫周文王啊 这样的一个人 那样的一个很 很贤德的 关心老百姓的一个这样的国君 这个国君呢 最后呢 就统一了天下 建立了周朝 周朝呢有800年啊 那这个呢 是做国君的 做王的典范 做天子的典范 那齐宣王不是天子 但他现在也是王啊 他有做天子的这样一个可能 那但是呢 孟子呢 他觉得呢 我不可能去逼齐宣王 去做一个像周文王那样的人 那齐宣王现在呢 他是一个有缺点的人 什么叫有缺点的人 齐宣王 这我们现在才刚开始啊 齐宣王这个人有一个 有一个很好的优点 先说他的优点 齐宣王呢 这个人很诚实 他喜欢什么 他都会老老实实 告诉孟子 比方说他现在他就是我喜欢音乐 哎 那我呢 平常呢 偷偷的溜出去玩音乐啊 就是不好好工作 那孟子呢 不会像那个就是啊 像个书呆子一样说 哎呀不行 我一定要劝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国君呢 你一定要有国君的样子 国君你给我老老实实做的 国君要坐有坐向 站有站向 该该管国家要管国家 你千万不能有什么个人的爱好 那如果孟子这样子去教齐宣王 哎当这样的老师的话 这孟子呢 这个齐宣王可能就不用他了 对 那过去呢 就有一个另外一个 就是孟子过了几百年之后啊 就有孟子的一个学生 他后来当一个皇帝老师 也是在宋朝 他就犯了这个错误 他就没有他的这个 老师的老师的老师老师 孟子有智慧 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 如果你听了你也不愿意有这样的老师啊 你听了这个老师呢 是程老师 这个程老师呢 给皇帝上课 这个皇帝呢 是一人之上 也不叫一人 皇帝是没有人在他的上头的 是最高的 那这个程老师呢 是他老师 这皇帝呢 那春天嘛 哎 一边上课呢 一边觉得心情很好 那个柳树啊 柳枝垂下来 这皇帝呢 很高兴 就折了一根柳枝 哎 这个很正常吗 出去浇游 我们看到树枝 我们有时候折一下啊 很漂亮 拿回去想插的 皇帝这个想法 我折一个柳枝 插在我的花瓶里 他马上教育这个 可是这个程老师呢 就比较书呆子 他教育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皇帝 说皇帝 你不能这么做 春天的这个柳枝 怎么能随便采摘呢 你这样是违反了这个 这个这个 做皇帝的这个行为准则 这皇帝呢 气死了 把这个柳枝一扔 跑了啊 当然了 这皇帝还挺不错的 虽然是被气跑了 第二天呢 还是来上课啊 但这个皇帝呢 老是交给他东西 他都没听进去 所以这个皇帝呢 最后做皇帝的时候 会做的是一塌糊涂 所以呢 我们讲呢 就是说 这个老师教学生呢 还是要有点智慧 那学生呢 有的时候呢 你要去引导他 首先呢 就是不要产生一种 这种对立情绪啊 就是能够引导他说 你没有问题 你是可以 这样学好的 或者你这方面 你是能做到的 就是我鼓励你 那我孟子呢 就是很善于鼓励齐宣王 所以孟子呢 就从七宣王这样一个个人爱好 这个爱好呢 不太好 对于一个国君来说 不太好 因为有点过分了 你爱的有点过分了 但是呢 孟子跟他说呢 说没有关系 说一个国君呢 他也是人 你也可以享受这种快乐 比方说你喜欢这个音乐 那你就去学一点音乐啊 你去组织个乐队啊 你去欣赏一下音乐 参加音乐会 都没有问题 那你喜欢打猎 也没有问题啊 打猎对身体有好处 出去放松一下 还可以打回猎品来祭祀 这些都没有问题呢 都没有问题 只是呢 你心里面一定要想着一件事情 就是我是个国君 我管着这几百万人 对吧 我呢 去享受我自己的生活的同时呢 我至少先要让他们都吃饱饭 对 他们可能没有我这样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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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位啊 但是至少我能让他们都吃饱饭 能够让他们也能够享受他们应有的快乐啊 你说这个要求也不过分啊 真的是不过分吧 那孟子就从这点就教育这个齐宣王说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与民同乐 哎 这个呢 这个这个这个成语呢特别有名啊 就与民同乐啊 与民同乐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当国君的当皇帝的啊 你呢 自己呢可以有自己的享受 只要你能够老百姓 把这个快乐分享出去 让大家一起跟你享受 这个快乐呢 你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国君了 这就是孟子的一个观点啊 那孟子接下来跟这个啊 跟那个齐宣王说呢 说您只要做到我刚才说的 您放您欣赏音乐同时老百姓呢为您开心 您去打猎的时候呢 老百姓为您高兴觉得您身体健康 那你呢 让老百姓呢也能够啊 自己呢也能享受音乐的快乐 那同时呢也能够这个呃 享受打猎的快乐啊 这样的话 您可以当周文王那样的天子了 不光是当国君了 是当天子了 当皇帝了啊 这样一个一个角色了啊 你看孟子呢又把这个齐宣王呢 给他一下子从齐宫有点不好意思啊 说了他脸红 哎我这个人有点爱好啊 喜欢音乐 喜欢流行音乐 可是孟子这边一拉 就把他拉起来了 这个丝毫不影响你成为一个 这个这个道德高尚的老百姓爱戴的 这样一个君主啊 所以这就是我孟子的一个智慧的地方啊 那这里面讲到与民同乐啊 我刚想到这个咱们这个古代啊 为什么这个齐宣王说他喜欢流行音乐 他会脸红啊 因为呢这个孟子的老师呢 这个呃就是孔子啊 呃很懂音乐 那孔子呢就认为这个音乐呢 是用来就是有对人有很大的影响啊 大家我知道你们都 谁说啊 有人举手举手的同学请说 要说话吗 好像是Sophie 你要说话吗 要 好 与民同乐也是什么意思 好 与民同乐呢是四个字 他的那个与呢就是和什么什么谁谁谁一起 比方说我呢我和你一起 咱们就叫与啊 与民民呢民是什么意思呢 民就是普通的这些老百姓 比方说你是民我也是民 民呢就是普通老百姓就不是当官的 就是种地的这些农民啊做生意的这些商人啊 这都叫民 同呢也是一起的意思 乐呢乐呢就是快乐就是很高兴的意思 对那与民同乐意思呢 我想这样解释好就是我呢我现在呢 呃比方说我现在呢这个呃买了一盒冰激凌啊 这个冰激凌很好吃 然后呢你呢和你的朋友你们 你和你的其他人呢都是我的朋友 我呢不自己吃 我把这个冰激凌呢分给你们 大家一人一个勺子一起吃 这个呢就叫与民同乐 也就是说和大家一起快乐的意思 这个解释明白 你们明白 所以我明白了 好谢谢 明白 对 其实就是就是分享啊就是分享的意思啊 就是分享的意思啊 所以我刚才说嘛就是说到音乐啊 呃我知道你们这里面弹钢琴弹的好的有好几个啊 然后有那个呃像那个小提琴也有拉的非常好的啊 你们都是多才多艺啊 啊音乐非常好 那我们古代呢孟子的老师的老师呢孔子呢 他就对音乐呢很喜欢而且很有研究 那么他认为呢这个音乐啊 对人呢对这个社会呢有一种影响 比方说有些音乐呢可以让人听了很心情很愉快 有些音乐呢可以让听了心情很不高兴 有些音乐呢可以让人听了之后呢心里很和平啊 就是好像一点这种也不生气了 有的音乐人听了之后呢就好像要打仗要杀人似的啊 所以呢孔子就说呢这个国君呢呃 对音乐要重视这国家的音乐呢不能随便的那个呃来 就是说各种音乐都可以随便来 一定要有一些语乐 这音乐呢要符合一个能够引导人 就叫礼乐就是能够引导人啊 这就是比较严肃的一种音乐啊 我们叫做正统的音乐 那可是呢这个孔子那个时代呢还可以 可孔子过了一百多年到了孟子这个时代呢 那些音乐都失传了 过去的那些音乐都失传了 都没有人会弹了 那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 就像齐学王说的这个流行的音乐啊 那孟子呢他就不能够过了一百多年还说 你一定要按照孔子的这个方式 你一定要去听那个正统的音乐 那齐学王呢他不愿意听 那你不能强迫他啊 我想起我自己那个呃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人说那个交响乐嘛很好听 那个多伦多交响乐团听 当时有几场演出我也买了票还挺贵的 那我去的时候呢因为我不懂 那我听不懂 所以我第一第一第一次听下来之后呢 半道我就睡着了啊 那个音乐很响 但是我呢就就实在是不行 我就困的啊就睡着了就不行啊 那后来呢就听过两次三次四次啊 之后呢呃 然后呢又听了一些CD 才慢慢找到了一些门道啊 说哦大概音乐 这个交响乐是应该这样去欣赏的啊 那但是呢我可能平常也是喜欢听一些轻松的音乐啊 不是交响乐 那这个里头呢这个齐宣王那个时代也是一样啊 就是 孟子呢说不能用孔老父子 就我的老师的那个是那一套来教这个这个这个齐宣王 我得换一个角度 叫齐宣王 那我们就不能再讲那个严肃音乐了 就是你喜欢什么的音乐呢啊 我们就呃 我们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这个音乐呢 哎你这种快乐呢能够让老百姓也能够享受到啊 啊这是孟子的一个关键点啊 啊那孟子这个与民同乐这个点啊 讲了但当时呢呃齐宣王其实还是听了的啊 但是后来呢中国很多的皇帝呢我刚才举了几个例子啊都没有听那个齐宣王的 其实皇帝呢有爱好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有很多皇帝其实音乐都非常好 过去后来有很多皇帝啊 大家知道唐太宗吗 知道 唐太宗你们应该知道很有名的一个皇帝 唐太宗呢自己呢就能够写音乐 他专门写过那个大型的音乐剧 就写音乐剧啊他非常有才华 然后呢他的书法也特别的好 他还能写诗 可是唐太宗呢这些东西呢他都不 就说自己在宫里面自己娱乐 从来呢不不跟他的这些臣下呢 去去说或者是去故意的张扬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个很厉害的皇帝 他知道呢这些东西呢是个人爱好 个人爱好呢自己玩玩不要去宣传啊 不要拿出去那个去炫耀 而且呢他呢就我但是他把这种爱好呢 推广到全国去 让全国的老百姓呢都喜欢诗 都喜欢艺术 那这样的话整个的国家的这个氛围 就不一样了啊 这就是这种大家都喜欢这个国家就比较 这个老百姓就比较的这种有这种层次了啊 这是唐太宗的做法啊 那但是有一个皇帝呢就跟他相反 我刚才讲的宋徽总还有一个皇帝呢 叫宋 叫陈后主就是后来那个宋朝之前在一个五代 诗国的时候 他那个诗呢写的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呢他呢不管国家的这个这个事情 天天就忙着自己作词写诗 然后呢听这个戏剧啊 然后呢听这个歌啊 日子过得特别的享受 大臣怎么劝他他也不听 结果呢我前头讲的故事他也是宋朝呢 后来呢把他的国家给灭亡了 他们被抓到那个宋国去了 然后在那边呢就等于说很郁闷的 就离开自己的国家成了一个亡国之君啊 所以呢这个方面呢就是有很多的例子啊 如果要是他们身边都有孟泽阳老师啊 能够引导他们那就好了啊 好今天我们是第一章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下周再见 好 谢谢老师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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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再见 老师 谢谢老师再见 好好好 我看那个有人在打自问啊 打自问我可能看不到啊 以文你们还是那个直接那个 好拜拜 再见 再见 谢谢 别人 再见 别人 感谢观看